就是说远书有一个公布说十二月五号这个时间点 那等到十二月五号才公布的预议 我们解释一下 以及好像说民众党内没有人看过这个离放器 保美国籍或是外国籍的事情 所以我已经有什么人对国籍的部分要提问的吗 还有其他的吗 国籍的问题 我们就讲一次性 好 一次性回答就是说 中选会已经在查证当中 那就是十二月五号为主 以上谢谢大家 中选会就是说那个时候会公布啊 在这个部分就不会再做额外的回答了 谢谢你们 我看民众党最近一份内餐 你不要百分之五十六点六的人认为 您对科主席是没有加分 我想我参与科主席请我参与选择帮台湾加分 谢谢 我问一下就是说连出有一个公布说十二月五号这个时间点 那等到十二月五号才公布的预计 我们解释一下 以及好像说民众党内没有人看过这个离放器 保美国籍或是外国籍的事情 还有什么人对国籍的部分要提问的吗 我想跟您请教就是国籍的这个议题 我想大家会跟我的关注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包括包括说这个结果之外 还有人放弃的这个原因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现在众说关于有一所死亡的 有大查税 那另外一说就是你们在当时人生有一些变化 那到底原因是什么还是真的是要生根台湾 是不会让你病人虚拟清楚的吗 还有那个有资深媒体人杨文家 他在领域公布的那一份 我见识您给他的吗 其实那还有另外就是有一个内部说 您其实早就已经放弃了 如果早就已经放弃的话 那为什么要脱到十二月五号才愿意宣布 那今后这个时间中间这段时间 是不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美女版面 也被大家吃 那另外就是问先生是比例时级 是不是也有没有其他的国籍 还有其他的吗 国籍的问题 我们就讲一次性 好一次性回答 就是说中选会已经在查证当中 那就是十二月五号为主 以上谢谢大家 所以为什么要到十二月五号才可以呢 中选会就是说那个时候会公布啊 所以你自己本身有况势 我在这个部分就不会再做额外的回答了 谢谢你们 但是民众老师 先回答 我不好意思我就补充一下 其实就是我们一切就是按照法制来作业 其实我想吴委员这边其实已经也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了 其实这些事情不用用一个只是用一种八卦 爬奔的方式来去看待 其实我们就是完全依法行政 其实现在吴委员就是按照我们中华民国这个总统 选罢法就是依法登记 这一切就是按照这个法律制度来做 所以大家也外界也不去做什么揣测 反正时间就到了 自然公布 我觉得是一切合法合规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大家都就是按照情绪来做 委员那个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证明这个多一个部分 但您是因为固执到自己的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什么会躲起来呢 据我了解副总统的辩论是在12月底嘛 所以也很期待跟其他的候选人交流 跟台湾人民提出一些未来希望的方向 谢谢